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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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天津古董打火机收藏者顾文辉来说 手中开合的打火机早已不是一件单纯的工具 我们讲古董百年以上为古董 但是打火机的历史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使用的打火机的历史 只有百年所以说我们饭吃这些古董打火机的概念是指七十年代以前的以机械结构为主的早期的气体打火机为辅的这么一个金属的打火机 古董打火机对于顾文辉来说是时间和空间纵横变换出的魔方 现在的他只要一看打火机的外形就能说出打火机的品牌产地年份甚至是底部的专利号 我们知道的法国的现在的一款女士用品的品牌叫缆滋 它现在主要行做这些化妆品香包 可见它当时法国人所有的奢侈品牌都在做打火机 这款是一个杜鹏镶嵌的是奥宝石 这是杜鹏L1第二代气体机 这个是灯锡露双轮的带鲨鱼皮的 双轮就是第二代台币 但是它还是用的要13752第一代台币的专利 这样的机子像现在来说像这样纯银的已经非常细长了 在顾文辉的几千个古董打火机中 有一个品牌的打火机对他来说是最情有独钟的 登锡露这个全球知名的男士奢侈品牌 其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邓希尔 更是将他的才华和对潮流的敏感 用到了所涉猎的时尚领域 这其中就包括打火机 1923年阿尔弗雷德·邓希尔与两位制造商合作 为一个失去一只手臂的军官设计了一个可以放进衣袋 同时可以单手使用的打火机 最初这种打火机取名为Everytime 后改为今天的Unique 顾文辉对于登锡露打火机的收藏 几乎囊括了这个品牌所有重要的历史时期 但是历史的细节总是让人浮想连篇 一个英国的百年品牌 为什么有的在产地上标注着法国或者是瑞士制造呢 带着这个问题 顾文辉将目光锁定在历史资料中 许多细枝末节就这样从尘封遮蔽中渐渐解开 登锡露大家都知道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它非常有眼光 当时它果断地在20年代初把法国一家私人的打火机公司收购 列为它登锡露的法登 法国登锡露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登锡露打火机还有哪里出的 瑞士 瑞士造表啊 就因为瑞士有一个很好的金家人技术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知道从历次世界大战 瑞士是个中立国 它没有遭受沾火的摧残 所以世界各个国家有很多尖端的这些制造业 都放到瑞士去委托瑞士金家人 那么同时我们转过来 登锡露也是如此 顾文辉对于古董打火机的痴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天津唐沟区洋货市场一次不经意的淘宝 当时的天津洋货很多都是从柏来瓶船上带来的 为什么会流落到这呢 说是朝鲜战争 美国兵把它带去朝鲜战争 当时花了人民币是五十元 然后不停地点 不停地用 然后就踹在手里 非常的喜欢 把它磨得很亮 一直甚至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它踹在手里 顾文辉仔细地审视着自己人生中第一件古董打火机 渐渐地 他的心从刚得手时的欣喜若狂冷静了下来 这打火机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依稀可辨的文字间 又诉说着怎样的过往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一天 1918年11月 英国伦敦和全世界人民沉浸在阵阵欢声雀跃中 随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逃亡 历时整整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战败对于德国人而言是铁一般的事实 接踵而来的是以法国为首的战胜国向德国索取大量赔款 1919年所签署的凡尔赛合约 让德国丧失了13.5%的领土 100%的海外殖民地 16%的煤矿和50%的钢铁工业 德国人对于机械的研究是很早就开始 那么我们也知道由于一战的战败 德国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它整个国力包括这个社会的资源都非常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的打火机它就会出现普通材质 但是外面大家如果看到那些银套金套是很薄的 因为它的贵金属非常非常稀缺 所以它只能用很薄的这些贵金属来包在外面 如同我们听说过的故事一样 一切远没有结束 二战后的德国政局趋向稳定 并且受到美国的扶植 不仅保留雄厚的工业基础 还通过马歇尔计划得到经济援助 一系列的战后复苏举措 再加上战前良好的工业基础 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 已超过了战前1936年同一地区的水平 德西打火机在二战之后 一直到50年代 这是它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一段路 这个时候德国人对于打火机 已经开始生产了很多的数量 在欧洲占领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让全欧洲的人很多都在用 包括它在美国也在生产 它也委托英国在生产 它自己本国也在生产 我们现在就像用车一样 我们讲究一个故障率 德西打火机也是的 它的故障率非常低 那么我们打火机的术语就叫点火率高 如果说德国打火机的制造是历史的一种无奈 那么其他老牌欧美发达国家 对于打火机的设计和材料运用 可以说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状态 在过去的英国或者是法国 打火机、钢笔、腕表 是男人身上三件最重要的饰品 从这三样东西中 可以窥探一个男人的品位与地位 原始时代的岁木取火 是打火机的起源 欧洲贵族的男人们对于火和光亮的追求 历经百年 在他们看来 手中的打火机早已不仅是一台单纯的点烟工具 1929年至1933年之间 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爆发 史称大萧条时期 大萧条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均收入、税收、盈利、价格全面下挫 面对如此的经济动荡 打火机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以英法为主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些奢侈品大牌 不惜重用这些贵金属、珠宝、钻石 来制造这些大火机 同时也是反映了他们当时就是想在挽救市场 拼命地刺激消费 虽然他这样刺激消费 他想带动拉动这个内需 带动这个消费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当时想看到的结果的原因 我个人分析是因为二战 因为二战把他们的所有的计划和梦全部打破 过去的一切都已失落 如今只有奢华耀眼的外表 记录着这些打火机和他们的主人昔日的繁华 德国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他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一段路 二战把他们的所有的计划和梦全部打破 奔协路吃的还60多年 音乐会行 还有一段路就是发生 顾文辉所收藏的打火机多达几千个 大多数藏品又以完好的品项 留存百年的使用价值 令有幸欣赏到他们的人惊叹不已 不同时期的打火机一字排开 仿佛都带着历史的呼吸 在我们的面前渐渐 靠这个转动以后点火把纸炮点火来点燃它的灯芯 那么它里面的结构也很有意思 里面是一个纸炮 纸炮卷你每转动一下的时候 纸炮会从上面跳一格 完成它的新的一个纸炮的工作状态 那么从这种早期的打火机研发到后期 这个就是这个191几年开始出的 这样就是属于半自动的打火机 它这样的打火机使用起来更方便 发展到这个20年代的时候 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 奔锡录的奢侈奢华就在这款机上体现出来 它整个打火机是用纯金来打造 就它可以单手操作 刚才那个是需要双手 这个就可以单手操作 那么它这样的打火机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打火机辉煌的历史已经过去 而他们所经历的岁月痕迹和身影 却被留在了一些影视作品中 今天当我们重温经典的时候 另一种视觉的记忆却被打火机 再次奇妙地演绎着 在1995年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和平饭店》中 女主角叶童与周润发第一次见面 向其炫耀的就是一款古董打火机 那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用它来烧鸦片的 这是世界烟斗机的一个鼻祖 Flamido 在这个古董打火机 烟斗机的这个领域里面 它的设计非常的好 就是说它是上下通口 当你点着火的时候 它火是往上走 而当你往烟斗上一套的时候 抽烟斗的时候 它的火会往下走 它应用空气动力学 同时这款机子 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盖 也是这个烟斗的压棒 可以压草 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 辛德勒把一个打火机交给斯坦 让斯坦贿赂犹太监 在那个时代 一个小小的打火机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款是德国好运达 当时德国人用的 也是它跟它是同款 不同系列 这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是纯银浮雕 波朗宁的夜巡名画 1900年到1950年 越来越多的打火机牌子 如同雨后春笋 纷纷冒出 而作为身份的代言 一些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 也将打火机视为 瞳孔中的焦点 为其注入高贵的血统 愈发奢侈的外观 愈发复杂的工艺 使得打火机的发展 达到了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 顾文辉和其他打火机爱好者 在天津共享俱乐部 现在的俱乐部 国际国内已经有400多位会员 而顾文辉之所以达到 现在的收藏规模 要得益于天津 中西方文化交汇的 特殊文化背景 这样一种独特的环境 培养了许多 像顾文辉这样 收藏大家的 卧湖藏龙 现在顾文辉也在微信上 成立了一个讨论群 经常和其他藏友 分享自己作为天津藏家的收藏心得 与古董打火机的相关知识 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的顾文辉 这几年也通过自己和其他藏友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将收藏的另一种触角 伸向工业领域 通过打火机拍卖所拍得的上款 用到慈善事业中去 对他而言 虽然古董打火机的辉煌已经过去 但是这些历史中 不可思议的精致玩物 在现代社会中 以其全新的身份 继续着自己具有特殊意义的旅程 那些往事从未如烟 那些旧梦也从未走远 那我们把我们的收藏大家顾文辉先生 请到了我们演播室 欢迎您 欢迎 欢迎 康老师您好 我真的是感觉现在心动了 言花了乱了 真的是 心动不如行动 想动哪一个 不如行动 我就拿到手里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好多女孩子吧 有可能是对打火机的研究 不是特别的多 能不能介绍一下 好的 那我先给美女介绍几款 适合你用的打火机 首先我们来看一款 比较古典的 这是爱马仕 你看到了它 你会想到什么 口红 对 金色的口红 它是一个叫口红款的打火机 是爱马仕在40年代末 到50年代初制造的 这款打火机当时设计出来 一开始是无标的 给大家试用 后来又生产出代标的 它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独特 现在像这样一款结构的打火机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好像没有 只有爱马仕自己生产 没有第二架 这个结构非常特殊 拿它干什么呢 可以一甲论真 点香 或者是浪漫的夜晚 你看我刚刚让我摸一下 它还是不松手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好 那我们就当场送给安泽吧 不敢说 不敢说 我就欣赏一下 欣赏一下 你要小心一点 好重啊 好 那顾先生 这是一款爱马仕的 非常适合女性的 还有吗 当然了 那么广有蜡烛 没有音乐 怎么完美呢 对 这是一款瑞士的打火机 这款打火机 是不是一开始一开始一看 觉得它很搭 不适合女士使用 对吧 对 但是它恰恰它有的特点 它可以在拨动它的这个发条以后 奏出音乐来 哇 原来里面是个八音盒 等于是 音乐来了 拔出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举两得的 对 比如说我俩在一起 然后呢 就准备了一种浪漫的晚餐 但是此时此刻恰恰就缺少一段优美的音乐 而且还有蜡烛 你从你的包里取出了这个打火机 点上蜡烛 拧一拧 哇 这是一个多美妙的夜晚 浪漫 浪漫到底 真的是淘罪了 我们说瑞士它是生产八音盒最早的一国家 瑞士的八音盒 包括它的托伦斯 这些八音盒都非常有名 而且是属于收藏级别的 它把八音盒坐在打火机里 恰恰代表了瑞士的这一个特点 所以反过来 我就听出顾先生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 就是收藏打火机 别看这打火机 更证明瑞士是一个坐八音盒最早的国家 对 你看它把八音盒都坐在了打火机上 做了一种 由此可见一般 容格为一提的感觉 对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收藏小小的打火机 来了解它的背景故事 是的 同时也是了解它这个生产国 人民的一种文化爱好 对 顾先生 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这个个头可是 比较大 目前最大的 它的体积特别适合 天哪天哪 说到重点了 我们先说说这个好不好 这好像是个水族箱一样的东西 对了 登起路 它在50年代 生产设计出水族馆 没有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个水族馆 都是由画家在这个里边 画上的画 而且它是立体的 为什么叫它水族馆 就是当代的那个3D版 那么它当时有这个 就是花鸟鱼兽船 这个各个系列 这个是鱼系列 也有花系列 鸟系列 鸟兽系列 船系列 那么英国首相 那丘吉尔 当时他的办公桌上 有一款这样的打火机 是个船 现在在上海 登起路之家 曾经展示过 水族馆也说为登起路 在二战结束以后 所制造出来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 把它送给你 大块铺 现在就送给我吗 说话要算话的 一会儿我会要拿走的 你要把它拿住 它非常有特点 我要藏起来 它非常有特点 实际通过这个画 你能看到当时它的工艺 对 而且经过了60多年 它的色泽能保持得 依然晶莹剔透 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 而且我看到过 这里是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因为打火机本身是西方的东西 然后在这边里边 我们看到平时 中国的那种画画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有那种花鸟吗 它对于当时的年代来讲 二战结束 它也代表了英国 就是二战结束以后 整个国民的国力 都开始恢复 所以说今天 我们不仅仅地看了 这么多打火机它的功能 更多的是透过打火机 看到了收藏家 更加注重打火机背后的历史 我就是觉得它是教科书 教科书 我们也是真的受益匪浅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 今天顾先生能够走进 我们哈喽天津的电博士 同时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 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